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部的预算的时候 大概从民国94年开始 陆续对于航杆基金的缴裤 我们有意见 我记得94年的时候 航杆基金才缴18亿 因为它好像是从92年开始 8亿开始缴 到18亿 27亿 45亿 54亿 我们认为航杆基金 专款专用 应该作为 那个港口设施 的这样子一个基础 但是现在每年 每年提列 我们立法院在审查 交通委员会在审查的时候 也有不同意见 而且也做了决议 包括去年我们所做的 审查98年预算的时候 我们说不得再缴裤 再行缴裤 我请问一下 林省议长 您能做一点说明吗 航杆基金从什么时候开始缴裤了 现在已经缴了多少亿的钱 是的 这个跟常委员报告 这个各种特种基金要缴裤的话 他第一个就是要做过议算程序 然后在结算的时候呢 由行政院 特别是主席室这边 他们来协调 要做一些脚裤的事宜 那部里边在损合的时候呢 那么要看看说 他这个脚裤 有没有依照 这个预算法的一些规定 来做一些处理 那 这个 航港建设基金 他本身 他这个 在这种长期贷款 或是电款 也是蛮多的 蛮多 我想说在一个 这个基金来讲 当然他 自己的这个财员 他有这些 他的论路 要来注研各种 这个重大航港的这些建设 那能够 由他的这个基金本身 能够握有这个财员 那当然应用起来会比较方便 不过这个部分 可能还要在他的主管器官来做处理 我认为你答非首问 你能讲一下 他从哪一年开始 第一年提 脚裤多少钱 这个脚裤 记得我现在手上没有出料 不过我可以来提供 然后特别 为什么会当时会做脚裤的这个动作 甚至于他脚裤是为了什么 垫付台气的 我记得 应该是96年的时候 二十七亿就是为了台气 解决台气 那个民营化的 那个垫付了 有那个二十七亿的钱 我当时认为说 你脚裤就脚裤啊 你怎么会转化成为台气的那个去解套呢 所以你现在总共 你好 那如果神机长不知道的话 你叶子长 你你做一个说明 现在总共缴了多少钱啊 我们立华委员 在交通文会去年所做的决议 说今年99年不能再提脚裤数 你还是提来了 是 曹委员跟您报告一下 就是说脚裤到现在为止 已经超过100亿了 那他这个是 多少 100多少亿 你不要100亿 199亿也是100亿啊 我们得 我们正在计算 哪一个 多少 正在计算 我刚才从讲8亿48亿 8亿18亿 27亿 45亿到54亿 去年提要 54亿的时候 我们减到一半 27亿 今年又编了54亿 你到底提力 准备脚裤到什么时候 报告委员是160亿 对啊 好 160亿 那加不是 有没有加99年的 没有 没有加99年 99年提了多少 80亿 80亿啊 对 所以说你没有征兆 你说好 我们透过预算程序 我们去年就 帮你说 在陈根德委员的 那个主持之下 说只能提列 一半 减半 而且99年不能编列 你99年还编了80亿 所以我认为 我对交通部这个 编这个预算 而且一再违背 我们立法院的这个决议 我们是 我们是认为 就是说 如果立法委员 不删除这笔80亿的 这个金会 讲起来是愧对人民 也愧对我们监督的 这个责任 同样的 我请问一下 沈记长 他可以这样子做吗 是的 我想在这个角库 刚刚跟你们报告 他要透过预算程序 那部里边来看看 他有没有照预算的 这个程序来办理 去年信誓旦旦的 去年市长是 我们邮市长 邮方来邮市长 信誓旦旦的说 绝 99年绝不编列 换了职务以后 你邮市长来了 你就编了 你看他没有承接你这个保证 但是毛部长总是在任的 他不知道这件事情吗 所以我们认为说 航港基金 你建设 不论是建设我们国际港 或者建我们离岛的港口码头 都应该 都应该装款装运 像马祖金门 两座国内山岗 第四座第五座的国内山岗 建了几年了 建十年啊 现在是什么 检下 追加 你们有做监督吗 所以我们对于 对于包括你省纪部在内 让马祖国内山岗 十年没有办法完成 现在可能还没有完成一半 我们认为你都 都愧对人民 愧对外岛 我们外岛的乡亲 这个我可以来跟委员来说明一下吗 好你 好请讲 好就是这个 马祖这个胡澳山岗的建设 已经拖了魂九 那他这个进度严重落后 这个案子我们是准备要把他移送监裁 那么在交通部的部分 我们也请交通部来说明他的一些督导情况 那交通部是有说明说他现在有派一个 这个一个一个一个业务团员在那边 在现场在督导 随时来解决问题 我这个进度的部分 我们希望他能够 所以说我都建议像马祖 你突然给他 我们原规划的 那个马祖国内山岗 34亿的这个金会 他两个人承办 就像我们那个故宫南岳一样 故宫博物院的原来的建设金会多少 一年大概 甚至于不到一亿 结果你给他七十八十亿的案子 那最后呢 最后一定弊端重重嘛 像马祖34亿的 34亿的国内山岗计划 光滑岗这个部分 原 原 标的 原规划的是二十二亿 结果现在我们大概追加了 追加了大陆过十二亿 减项还要减少三座码头 做不到一半的工程 现在我们再次核定 二十点 七亿 我认为还是做不下去 所以说你交通部说 你有组了一个小组 我也不晓得你小组 你这个小组组的干什么 这是既然是你国内重大的工程 你为什么不环照我们南钢 北钢的机场 由国工局来做 收回来交通部自己做 你既然是国内山岗 原来国内山岗是属于你交通部立法 并执行的事项 或交由省县执行的事项 你自己为什么不可以执行 马祖没有 县政府两个人承办 没有这个能力 你不要给他这么大的那个 护当 结果弄了十年一个国内山岗 基本也一样 十年了 竟然还到现在还摆烂 还摆在那边 你们都没有检讨吗 你审计部你审计了吗 你交通部检讨了吗 所以我们对于国家的重大工程 特别也许三四亿在你中央 在你省计长 在你夜市长 的那个心目中 是小数字 但是在我们马祖是大数字 我们常说马祖的建设跟时间竞赛 希望每个工程都很能很顺利很顺利的完成 不会每年编 编了以后 今年给马祖三十亿的经费 结果明年还是三十亿啊 每年都给三十亿 结果都没有执行王啊 所以我对于国内山岗 马祖国内山岗 这个造成马祖重大的伤害 平良心讲 我是真的是很想很想骂人啊 为什么会会这样子呢 民主党政府也就算了 国民党政府还还这样子继续摆烂下去吗 所以我提出来 希望省计长 希望我们夜市长 你如果 你最少回去要跟毛部长讲啊 不然你讲了以后 你换了以后 又又那个又没有办法接续了 所以说希望 大家为马祖多想想 多多一点努力 我们期待工程顺利 马祖的建设跟时间竞赛